口屎生香 做人不慌 雅桑了吗 现在开张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雅桑 如果啊 我问您一个问题 您觉得您是人吗 假想一下啊 您呢 是银行里面的一名职员 突然有一天呢 有人来抢银行 而您呢 就莫名其妙的突然就夺枪反抗 结果发现呢 您所在的世界原来是虚拟的游戏世界 哎呀 原来您呢 竟然只是游戏里面的一瓶NPC而已 哎呀 听上去是不是觉得很荒诞呢 而这呢 也正是即将上映的电影 脱稿玩家的一个剧情 我们每天啊 看到不同的事物 您呢 觉得它们可能就真实存在的吗 有没有可能呢 您其实生活在就是类似的这个脱稿玩家的游戏里面呢 您是不是觉得这狗血剧情有点似曾相识呢 哎 对了 1999年上映的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 也叫做《骇客帝国》 讲述的呢 就是我们其实啊 是生活在母体当中 所谓母体啊 也就是Matrix 是由一个有意识的机器所创造出来的虚拟现实 有的人可能会说啊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您看我啊 有血有肉的 您打我一下 我还知道疼 对不对 您呢 先别急 您呢 听我慢慢说 不慌 在1981年啊 美国的哲学家 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谁呢 希拉里普特南 这哥们儿他就说了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假想 肛中之脑 不是那个肛啊 是这个我们喝水那个大肛啊 肛中之脑 有一个人啊 比如说就我吧 亚桑 不小心呢 做了一个手术 我这个脑子啊 我这个大脑啊 被切下来了 结果呢 就放进了一个装满了溶液里面的一个缸里面 我的这个脑子这个神经末梢啊 连接在这个电脑计算机上面 啊 这个计算机呢 就按照程序 我向我的脑啊 向我大脑就传出各种信息 啊 比如说用各种电脑啊 可吃可吃可吃 那个来刺激我啊 让我呢 保持一切正常的幻觉 对于我来说呢啊 有可能 对我的大脑进行的是某种刺激 我呢 就会有这种走的感觉啊 也会有跑的感觉 甚至啊 连我死了 都是模拟出来的 我以为自己真实的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 但是呢 我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呢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肛中之脑 啊 您说呢 我要怎么样才能知道 我其实是有可能生活在这个营养 营养液里面 对不对 我的各种感觉有可能只是电脊的刺激 是不是 您说呢 这个耶鲁大学神经科学家啊 内纳德塞斯坦啊 这哥们儿他就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真实的实验啊 他们呢 就从屠宰场啊 买了一两百头这个猪的脑子 然后呢 就尝试利用泵 加热器 然后呢 还有符合体温的这种人造血带啊 恢复猪脑子的这种血液循环 结果您猜怎么着 啊 这个人们发现了 不仅仅成功恢复了这个脑子啊 猪脑子的这个血液循环 而且啊 还让这个猪脑子啊 在没有身子的情况下 存活了36个小时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猪脑子啊 对不对 那么问题来了啊 既然猪的脑子血液循环可以恢复 那么我们的脑子呢 有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证明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呢 您别说 还真有 量子力学里面这个双凤实验啊 就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明 这个双凤实验具体是什么样性质的一个实验啊 咱们的以后啊 专门做一期节目啊 详细去讲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这个实验结果让所有人啊 所有科学家都崩溃了 都疯了 感觉我这一夜醒来 他就回到解放前了 你说我这科学家的白灯啊 怎么地了呢 原来啊 就是当人们用仪器去观察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是一个结果 当我们不观察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就变成另外一个结果了 这呢就好比说有这么一把枪啊 就是射出去的是一颗子弹 结果在墙上呢是两个子弹孔 结果就有人呢 就偷偷去用了一个摄像机啊 去拍 为什么这颗子弹会变成两颗子弹了呢 为什么这颗子弹会变成两颗弹孔了呢 结果您猜怎么地 结果这个子弹呢 就好像自己知道背头拍一样啊 又变成了一颗子弹一个弹孔了 然后呢 那个人啊 就把摄像机撤掉之后呢 你猜怎么着 那颗子弹呢 又莫名其妙的变成两颗弹孔了 观察和不观察 截然不同的结果 而且啊 这还不是偶然现象 每一次都这样 这就好像什么呢 这个子弹它有生命了 就是故意不让你看到真实的它一样 于是啊 这个就让很多的科学家就开始思考 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看见世界 这个世界 它才存在呢 这其实啊 就是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最好的证据啊 因为程序只让我们看到 它想让我们看到的世界 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2016年啊 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个钢铁侠啊 特斯拉这个创始人马斯克啊 这哥们呢 很牛啊 把汽车这个发送到了太空当中 这哥们呢 就发表一个言论 说什么呢 说我们人类啊 生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 现实的世界概率有多少呢 十亿分之一 他说什么呢 他有证据啊 他说 四十年前 我们玩的呢 都是像素类的游戏啊 一个点一个圆就那样子的 现在呢 看起来那是什么东西 哎呀我的天爷啊 四十年以后 我们现在有了什么呢 3D模拟技术 更别说现在还有更高级 这个虚拟现实啊 什么增强现实啊 等等等等 现在啊 现在在日本啊 连女朋友都是虚拟的了 已经很难跟现实区分开来了 牛津大学者 哲学家啊 这个尼克博啊 这哥们呢 就提出来一个假说 说什么呢 假设说有这么一台 和行星质量 差不多一样大的 这个超级计算机 他呢 每秒可以进行 十的四十二次方 这么一个计算啊 整个人类的历史啊 这个包括记忆啊 思维啊 感受每一个人 都可以模拟出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这个宇宙学家啊 这个也曾经提出过啊 我们整个宇宙啊 可能就是某一个实验产品啊 也就说什么呢 我们这个宇宙啊 是由某种更高级的智能生物 创造出来的 就好像什么呢 我们呢 就是实验室里面 这个微生物一样 我们都是在玻璃 玻璃器名义里面一样 您能否认吗 您能完全否认吗 想想咱们的月球啊 您别看上面光秃秃的 那里边可是空的啊 月球可是空的 所以说啊 很多事啊 细思极恐 其实啊 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虚拟世界 这个事吧 在古代啊 就有不少人 就已经去思考了 比如说 古希腊的学学家 柏拉图 哎 对 就是柏老爷子啊 咱们都知道 他的那个爱情啊 很性感啊 柏拉图式的性感 哈哈 但是呢 咱们今天呢 不讲他的爱啊 咱们讲一讲 那个柏老爷子 他的影子 柏老爷子呢 他曾经说过一个什么呢 洞穴比喻啊 这个比喻说的是啊 有这么一群人啊 从生下来啊 就被绑在一个洞穴里面 背对着一堆篝火 一辈子呢 就只能面对着一面墙 头还不能动啊 看到了呢 永远就只是墙上面的 那个头影 他们以为这个影子啊 就是真实的存在的啊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别东西啊 对不对 结果呢 其中有一个人 长大了 有力气了 他把这个绳子啊 挣脱开了 能走了 能跑了 于是乎呢 他就走到洞外 我 世外桃源呢 对不对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就呈现在他眼前 有花有草 有树有鸟 哈哈哈哈 太阳照射在所有物体上面啊 都会有影子 好家伙 这他才明白啊 原来 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啊 实际上啊 中国古代人 谁呢 庄子啊 他也发表过类似的感叹 有一天啊 庄子 庄老爷子 他做梦 他梦见自己呢 变成是花蝴蝶 醒来之后呢 就发现自己还是自己 哎呀 心里那个落魄呀 哎呀 你说我 我本来是个老头 我本来变成个花蝴蝶 怎么又变成老头了呢 于是他就 他就疯了 抓狂了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变成了庄子的蝴蝶了呢 还是梦中变成了蝴蝶的庄子了呢 其实啊 佛教啊 佛经早就告诉我们了 这个世界怎么回事 一切啊 都是虚空的 色即是空 这个色可不是那个色啊 不是这个色啊 不是这个色 他指的是一切能够看到和不能看到的事物或者现象 不过啊 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东西啊 跟量子力学给他联系起来 如果说联系起来了 那就彻底搞明白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什么都是虚空的 那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佛经普及经常说嘛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度化我们自己 然后到达彼岸 逃离六道轮回 要脱离六道轮回 要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您想想 脱离六道轮回 是不是让我们跳离出现在这个程序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是不是让我们进入到真实的 程序 程序员那个世界呢 哎呀 这个 不敢想 不敢想 因为一旦啊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啊 其实啊 很多这个未解之谜啊 就迎刃而解了 比如说 宇宙从哪来 大爆炸理论 说就是说我们的宇宙啊 是起源于138亿年前的一个小点 啊 这个小点爆炸了 就有了我们 所有的时间呢 空间呢 物质能量啊 等等等等 全部都从这个点来的 那么我要问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场大爆炸呢 大爆炸之前的这个宇宙 又是什么样子呢 哎 有人可能告诉你了啊 我们这个世界啊 是虚拟的 那么这就好理解多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场大爆炸呢 程序员说了 因为老师说了 要做科学实验 就要看一看我们这个爆炸以后是什么样子 那么大爆炸之前 宇宙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结果那个程序员又说了啊 大爆炸之前的宇宙 那不就是一张空白的word文件吗 对不对 又比如说啊 我们每一个人死之后会怎样呢 有可能我们这个个体啊 会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呢 就是清空内存 然后呢 重新建立一个档案 再一次呢 就是投胎做人去了 这呢 其实也在某一方面啊 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死之后呢 还保留了这个前世的记忆 因为系统出错了嘛 对不对 你建立新的答案 但是忘了清空内存了 所以就很好理解了 看了这么久 我忍不住的想问一问你们 你们怎么能确定 我不是那个程序员 来带你们进入那个现实世界的呢 你们怎么能确定 我就不是个人呢 您觉得您是人吗 男生的偶尖 这都不是那个人呢 不是那样的 就行了 我谢谢你